打了九次 這個奪冠比率更高 這一個球在左外野方向 左外野手後退到了全雷打槍 前面打轟接到球 接殺出局 這個人把這個球接殺 最後還坐倒在地 就說了他腳還有傷 這個左外野是一個順風的階段 當然中泰山 例行賽就差一支 全雷打到十支 結果總冠軍賽還是沒有能夠轟出去 不過這個球其實打得後進十足 這個球打紅真的接得沒話講 若是真的前幾天還是有大有的情況下面 還有辦法把這個球接住 開始不簡單 我們從他第一時間後退他的方向位置之後 還蠻正確的 而且最終他沒有受到風勢的影響 因為今天以現場的風勢來看的話 若是球打在比較靠近左外野這邊的話 他球是會有一種弧度 因為他風是從右往左吹的